在第一次战役的作战总结会议上 38军军长梁兴初 经受了他评声最为严厉的批评 彭老总在会上对他破口大骂 到最后竟然说出了斩马素的话 梁兴初到底犯了什么错 以至于让老总如此大发雷霆 1950年10月25日 第一次战役正式打下 梁兴初所率38军的任务 是向西川进攻 消灭敌人的一个尸部 在正面部队准备和敌人作战时 侧方迂回部队发来了紧急情况 说是前方发现了敌人一个黑人团 梁兴初接到这个消息后 着实是吃了一惊 他认为这个团装备精良 且火力凶猛 部队应该谨慎作战 虽将这个消息传到了指挥部 等到五天之后发起进攻之时 敌人尸部已经消失得无影无踪 并且根本就没有什么黑人团 老总听到后极为震怒 立马下令让梁兴初前去追击 他随即派出两支部队 从两个方向发起追击 敌人为了逃跑 对战士们发起了疯狂的进攻 团长范天恩在飞虎山 面对敌人飞机坦克的轰炸 带领战士们与敌人浴血奋战 打退了敌人一次又一次进攻 五天之后 将敌人死死挡在阵地之前 第一次战役打完之后 指挥部对这次作战进行了总结 首长对英勇作战的战士 和陈卓冷静的指挥做出了肯定 但是话锋一转 就说到了38军将敌人放跑的事情 彭老总听到之后 直接将总结报告打断 在会议上大发雷霆 指责梁兴初没有向敌后 快速穿插 大骂他是一名暑将 即使由首长出来解围 但彭老总还是怒气难消 这时一肚子苦水的梁兴初 抱怨了一句 说是不要让彭总再骂人了 这话一出无疑是火上浇油 彭老总一拍桌子 说梁兴初一物战机 理应军阀处置 还说自己没有别的本事 斩马素的本事还是有的 整个会场顿时鸦雀无声 梁兴初也不敢再出声了 会议结束之后 梁兴初还没从批评中走出来 一位首长叫他去吃饭 他因为老总一句斩马素 心中充满愤懑 首长连忙向他解释说 是老总让自己来找梁兴初 并且告诉他批评可能有些重 但是不要泄了气 要打好下一仗 憋了一肚子气的梁兴初 听到之后 直接说道 如果下一仗打不好 自己就不是梁兴初 在第二次战役中 38军的全体指战员 表现极其英勇 在松鼓峰上和敌人顽强战斗 直接切断了敌人的退路 彭老总在战斗之后 给予部队加奖 郑重地写下了38军万岁的字样 从那时候开始 万岁军的称号变船变四海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